民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今天上午来到了泰山 翅邦立委参选人吕孙玲站台 但是国民党是持续批评蔡英文炒地 现场情况如何 交给记者彭婉欣 婉欣 好 主播民家 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炒地皮的事件 已经进入第三天了 国民党今天上午是持续紧咬 认为蔡英文呢 她应该要主动说清楚 内湖这块土地的来龙去脉 还呼吁她呢 应该要提出更多的证据来说明 对此蔡英文有了最新回应 马上带您听听她的说法 旧的第一号当然是270亿 但新的第一号就变成170亿了 那这个是官方的文书上 都可以查得到了 土地的登记机关都有文书可以查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很清楚了 官方文书都已经记载得很清楚了 那国民党到现在还在硬拗 我觉得不必要了 这个事情到现在 已经证明是一个勿容的爆料了 那我觉得很多的说法 已经预约法律的界限了 那我觉得国民党应该 应该要适可而止了 蔡英文她谈到草地皮的时候 脸色不太好看 她强调国民党完全搞错资料 是拿错误的讯息来爆料 企图来误导这个选举的结果 对于这次的事件 民主党已经定调抹黑了 不过针对蓝莹指控呢 应该要拿出更多证据说明 蔡英文是没有进一步的说法 希望事件可以赶快落幕 就怕再烧下去会影响选情 今天上午天气虽然不好 但是支持者还是来了很多 把整个操场都坐满了 蔡英文走到哪里 都有总统好的呼声 虽然新北市是民进党的艰困选区 但造势场合还是很热 就看这舞热情能不能持续到 明年的投票日 以上就是现场为您掌握到的 最新新兴主播